今年联想的轻薄本产品非常多 高端的有Yoga Pro和Air 中端的有小型Pro和ThinkBook家系列 入门的有小型数字系列 比起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信号 ThinkBook数字系列的关注度就要低一些了 那么正好我手上就有一台ThinkBook 14 今天就来补个作业 给大家看看这台电脑的实际表现到底如何吧 首先介绍一下配置 这台电脑采用的是i5-13500H处理器 4个P核加上8个E核 12核16线程 没有独显 隶存是双通道16GB DDR5 5200MHz 插槽形式可以自行更换 硬盘容量是1TB PCIe 4.0×4 屏幕是14英寸2240×1400分辨率 100%sRGB色域的iPS屏 刷新率为60Hz 价格方面 我们这个配置目前是4599元 比ThinkBook 14家便宜了700元 算是一个偏主流的价位吧 另外它还有一个i7的版本 价格为5799元 感觉性价比还是这台i5的更高一些 前面来看一下外观 这台电脑整体的设计语言和ThinkBook家族的其他成员一致 都是全金属的机身加上A面的银灰风格样式 风格比较偏向于商务 屏幕可以180度开合 转轴的阻尼感非常舒适 屏幕采用16-10的比例 下边框约一纸宽 上方有带防窥拨片的1080P摄像头 以及用于人脸识别的红外镜头 屏幕面板引去了生产商信息 实测色域容积102.8%的sRGB 色域覆盖98.9%的sRGB 符合标称值 色准方面 平均DeltaE1.64 最大DeltaE3.16 表现还行 屏幕的色温大约是7200K 中心最大亮度362nit 也是常规水平 屏幕采用全亮度DC调光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24.3ms 灰阶37ms 这个响应时间实在是有些长了 敏感的人在拖动窗口时 能够感觉到脱颖的现象 综合来看 ThinkBook 14的这块屏幕色准表现还可以 不过响应时间和刷新率是个短板 因此它还是适合商务办公里的用户使用 下面继续看C面 开机键位于右上角 没有指纹识别功能 键盘保持了ThinkBook一贯的长键程 按压回弹手感都不错 打字体验舒适 另外它的方向键也是轻薄本力比较宽大的 材块人士应该会喜欢 触控板的手感属于常规水平 整机厚16.9-19.2mm 机身重1.45kg 适配器366g 比主流的轻薄本稍微厚重一点点 但仍然属于便携的范畴 在体型上的牺牲给它换来了更加丰富的接口 左侧有一个雷电4和一个全功能的C口 一个5G速率的A口 一个3.5mm耳麦口和HDMI 2.0接口 右侧是网口 USB-A和SD多卡器 这个接口规格在14英寸的轻薄本里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大部分情况下不依赖过展物 下面进入性能测试 i5-13500H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这台电脑的单线绳是1759分 常规水平 多个方面15轮R23循环 第一轮可以跑到将近12000分 之后维持在11000分左右 跑分时一开始的CPU功耗可以达到80W以上 然后很快回落 后续基本都是先达到50W 然后回落到40W 稳定时候的温度大约是在90度 这个性能释放差不多是同尺寸夏的主流水平了 对于Office办公、视频会议等应用来说足够了 然后简单看一下核显 i5-13500H的核显有80KEU 搭配5200MHz的内存 实测FSE 2392分 Time Spy 1531分 Superposition教室 1019分 毕竟是i5的核显不太适合对图形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 游戏方面我们试了一下低画质的原神 原神2.2K分辨率下的压力对于核显来说有些过大了 平均就有40帧 而1080P分辨率下则是基本可以维持在60帧 做个每日委托之类的没问题 Dobby软件这边我们跑了一下PS 最终得分757 这个性能如果是大学生交个作业之类的应该是够用的 住活累活就不要为难它了 简单总结一下性能方面的表现 作为一台i5处理器的核显性贸本 它的性能属于同类产品里中等的水平 这类电脑主要就是办公、上网课、开会、出差用的 有这样的性能释放已经足够了 它的优势主要还是体现在内外扩展性、键盘手感等方面 下面进入拆解环节 这台电脑拆解不难 切下底面的螺丝即可解开口盖 以往的ThinkBook一般都是梅花螺丝 这次换成了十字的 拆起来更方便 这个内部结构怎么说呢? 有些复古啊 跟之前测过的ThinkBook 14家差别也非常大 最下方是电池 容量是60Wh 实测PCMark10现代办公室续航时长为10小时26分钟 日常应用脚本的成绩为4小时36分钟 它可以满足半天的工作需要 想支撑一整天的话可能需要补一下电 硬盘是一连的AM6A1 容量1TB 支持PCIe 4.0x4 实测连续读写大约是3800Mbps的水平 缓外写入大约是700Mbps 电池右侧还有一个闲置的硬盘位可以加装 内存有两个海力士的DDR5 5600MHz组存双通道 实际工作在5200MHz下 跑分看图 目前大部分轻毛本的内存都是板载的 插槽内存也算是个优点吧 无线网卡是锐域的8852BE 这张网卡最高只支持到80MHz的频宽 所以极限网速会比主流的AX21要低一些 稳定性测试的波动也略大 如果在意的话可以自行更换 最后是散热 它采用了单风扇双热管的散热模组 热管弯曲角度比较大 出风口只有一个 下面用烤机来实测一下散热效果 室温25度 在野兽模式下单烤FPU CPU维持在90度 功耗40.5W P核3.1GHz 翼核2.5GHz 表明温度部分 键盘中央有一块高温区 最高43.8度 有一定的热感 背面最高约42度 中心39.6度 噪音方面满载人问分贝值是48.6 在轻薄本中属于略微偏大的水平 总的来说Thinkboard 142023的散热表现属于主流水准 40W的性能释放对于商务办公之类的用途来说已经完全够用了 满载状态下噪音稍微有些大 对于性能要求不高的场景可以使用平衡模式 都进行了一定的减配 具体要不要选择还是看个人的预算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链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卖本性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8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在这期视频再见吧